為何會變成拔萃呢? 拔萃呢 當年第一任校長叫Arthur Arthur是很水皮的 他做了六年校長 做了八年校長 學生有二十三個 二十六個 二十三個宿生 幾個男生 三個男生 到他離開時只有三十一個學生 其實不關他的事 當時教會不支持 後來出了一輪風波之後 PS做校長 PS厲害了 一做就做了三十九年 PS是倒楣的 是倒楣的 當時呢 那些中文 學校名啊 店舖名啊 就常常用那個 頭的名字來做的 那個頭叫做 就是倒楣了 就叫做倒楣書院 PS是怎樣呢 那個福州話呢 PS是很近拔萃的 有個福州人在 最先叫做卑士書院 卑士 因為是PS 嘛 後來呢 搞一搞一搞一搞 那些人不知道是誰的 不知是誰的 我想是PS自己本人 就說 不如找個好藝的中文名吧 就請人改了 叫拔萃 嗯 當時叫拔萃南書室 但到搬到九龍之後 就叫做拔萃南書院 对不起 对不起